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长在这里又要教一下小朋友 如何学会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其实我以下就有一些个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这些个案不是作出来的 真的是活生生的例子 是真的在我们的朋友之间里面是发生的 不是作的 不是看报纸的 第一个个案就是说小朋友去考回考 考回考放榜之后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想很多家长都会尝试过经历过小朋友考回考 有些比较大的一些小小的了 很多家长就是在我朋友堆中里面有个家长就是这样 未考之前就已经跟她的小朋友说定 不用怕的考得不好不要紧要放松点 考得不好妈妈已经安排了你去哪一边读书了 澳洲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安排好了 那样样东西都帮她做了 怎样呢 找学校 找一些经验 现在有很多经验是会帮忙找学校的 你只要给中四、中五的成绩给她看看 给她一些钱 当然当然会有一些收费 她会帮你找一些合适的学校 你自己在里面选择 现在是很方便的 还有有时都会在湾仔的会展 也有一些的展览 叫教展 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找学校 那就已经 哇 帮忙找了 就是帮着 有时我们又回心想想 什么都做好了 那她怎样会珍惜这个机会呢 是不是我们家长又要反过来想想 就是说 不是的 中五是一个阶段 现在没有了中五 现在去到中六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阶段 你是不是应该 亦都是在你在香港受教育的一个阶段 的一个测试 是不是你应该要自己去面对这个困难 好 只是说 你很努力地去面对了 而真的不成功 有时错手都没办法的 考试不一定一次过就成功 在那时候我们才慢慢去商量你的去向是怎么样 我们是否会反过来 和我小朋友说 他是不是会比较上珍惜一些 就是说 咦 这个机会 真是父母给我的 我自己要好去努力去珍惜这个机会 我要尽力去考好我会考 如果不行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父母给我的 我要去珍惜 甚至没有 其实如果我自己 就算是我有这样的心 帮他去找学校 我都不会当时告诉他 让他真的会知道 这个自己是要去度过的 这个是他考验他自己的一个机会 人生其实有很多挑战 其实你是装备他 如何去迎接挑战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教育 大家不知认不认同 不过大家可以慢慢去想想 仔细一点去分析一下 其实不告诉他 但是背后帮他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很好的方法 教育到他去接受挑战 亦都教育到他珍惜机会 好了 有些父母 真是我的朋友 真是的 好了 那女儿真的考得不太好 因为有什么所谓 都打算去外国 考得好严不好也不要紧 好了 真的去了 未去之前 已经开定了附属卡 银行户口 这样 这个另外又一个 牵涉到他不会珍惜 今次的机会去到 是真的要读书 都未去 已经什么都有了 屋了 租了 是没有车的 因为他当地要考牌 很多地方都要考牌 另外 附属卡又有了 就是钱又有了 那他有机会给他学练 什么叫珍惜呢 好了 有时那些卡转大了 那当然是香港搞数了 那爸爸就 哎呀 有转那么多卡 其实又回心想想想 你当初给他附属卡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过 叫他省洗 你给他附属卡的时候 你有没有教育过 他怎么去理财 在这么多年里面 你有没有曾经教育过 他去理财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又怎么会 期望 他会帮你省洗呢 这些都是很相向的 我觉得你怎么去跟你的小朋友沟通 你怎么去教育他 他出来的模式就是怎么样 如果一向他对于家庭的家庭经济状况 他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知道你给他那张卡 他可以转到有限额为止 我只会不过限额 其实我已经没错了 那这个 怎样去教育 父母又要想一想 还有其实这个理财的方法 是影响他很深远的 你今天可以给到一张附属卡 你是不是一生都可以给他一张附属卡 如果你说可以 那当然我无话可说 但如果真的不可以的时候 但你又没有教他理财 那会不会都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 即是他将来大 可能他赚到钱 他都不会理财 那这个 是不是我们都做父母的 都有一些责任去提点一下他们 那好了 另外又有一个真正个案的例子 都是我身边附近的朋友 那儿子读完书回来香港 理所当然是找工作 好了 其实挺幸运的 他又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是呢 爸爸警员很奇怪 做得辛苦不要做 找不够 又不是那么多钱 又要那么辛苦的工作 不要做 好了 那儿子又真的听他说 不做 他又很幸运 又找到第二份工作 可能他一表人才 在外国留学回来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好的条件 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如是这样 只是我们听到的 即是我们知道的 都起码五、六份工 那 有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他 最近这段时间 我估计他又在找工作 因为都不用上班 其实我们这样的教育 又对不对 小孩子 他去建立他的事业 他有多辛苦 他自己要去行略 他自己要去承受 他为自己的行业 或者他的职业 去付出 这个是应该的 爸爸妈妈 是否只是公道去读完书 出来做事 以后的路 就是你自己去走 没错 父母可以从旁 给一些的意见 给一些的鼓励 给一些的支持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就算无论他多少岁 我们都要是这样做 但是问题 我们是否鼓励他 找一份工作辛苦 找的钱不多 不要做了 反过来我又问一下 什么是找的钱多 十万二十万 如果一份工有十万二十万 是否不需要辛苦 我不知道 不过现在有些人说 做工没有标准工时 都不知道做到多少点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鼓励他们这样去做 做父母的 真的要想清楚 因为 好像说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的 你想想 现在读到碩士 可能是二十四 或者二十五岁出来工作 那你工作的年岁 会是多少呢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 三十五年就是六十岁 如果你用头十年浪费了 就是这些 找得不好又转了 这样的态度上 你猜他要去到多少十岁 然后才可以建立自己的事业 建立了之后 他又有多少年 可以享受他的成果呢 做父母的有时候都要计一计 对吧 好了 有一些父母就更离谱 他说我真的要努力点去赚钱 因为要留给下一代 其实我很反对 我真的很反对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 以前 古老年代就是 养子做什么 养子就是我来防老 但这个观念 我想到现在 为什么会反过来 就是说 我们去赚多些钱 去养我们的小朋友 去下一代 不是的 而是我们应该要给他多些知识 公书教学 让他们学会自立 就是说一样 教识他钓鱼 不是钓鱼给他吃 是不是 好了 这些个案 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真的觉得 小朋友 应该从小就开始要培养他 其实现在有些家长的教育讲座 就是说 教育家长 其实应该 就是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已经开始教育 妈妈、爸爸 等小朋友出生 就要教育小朋友 所以现在又讲回 我们一早已经讲过的新教 你想想一个小朋友 他两岁 现在的小朋友 一般来说是两岁才入学 是不是 读那些叫做 preschool nursery 其实他之前 那一至两岁 零岁至两岁 其实是常在家 其实爸爸妈妈的教育 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那段时间很吸收 好了 到幼稚园的阶段 其实那段时间 一些专家来说 其实幼稚园和小学的初期 其实都是一些小朋友 吸收容易入老 以及建立他那个人 价值观的一个最好的时间 你想想那段时间 他三分一的时间 就是在学校 其实三分二的时间 都是在家 那时候我们父母 应该好好利用 这三分二的时间 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 好了 如果你说去到中学 其实基本上 去到中学的时候 大家都很少在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少在家 父母因为工作 工作又是少在家 所以我们去听那些研讨会 就是说那段时间 我们就要重质 就算你半个小时和他一起 也好 那半个小时是要有质素的 是要大家聊天 要大家去沟通 是那段时间 大家建立一个了解的关系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什么时间 你最能够运用呢 我觉得是由幼稚园 到小学的阶段 因为这段阶段 父母在他们的心目中 仍然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所有的基础 其实在那里就是建立的 父母 即他的人生观 他的价值观 将来影响到他怎么去处事 怎么去理财 怎么去安排他自己日后的人生的目标 甚至乎他未来的家庭 其实很多时候 就在那里建立的了 如果不是中国人 都不会有一句说话 叫做三岁下而定八十 他说是零至三岁 其实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是要帮他建立他那个价值观 那个性格 将来他怎么去走他人生的路 其实那段时间是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错过了那段时间 或者认为那段时间 真的某一些原因 没有了错过了 现在到中学了 那怎么办呢 中学我们还是有时间 但是一定要那些时间 但是我们要记住 是要有质素的时间 就不可以轻轻掉以轻心 好像刚才那四个个案 我想大家真的要深思熟虑 去想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犯过呢 犯过不要紧 现在只要知道 在这方面我做得不足 或者没有了都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过去了都不要紧 去了外国读书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 在我们再接触他的时间 我们大家去沟通 去和他讲 教他 将你的人生的经历去教他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我有个朋友 他爸爸就说 他说 我不是很多钱 不过我现在是可以 即他有两兄弟 他说我可以给每人一百万 你们要么选去买楼 要么选去读书 那只有一百万 一人一百万 那就任你们选 那我的朋友他很厉害 他选了拿了一百万 去英国读书 他真是学业有成 他真是回到香港 做了一位专业人士 那一百万 帮他 现在不知找到多少个一百万 而且也令他 在社会里面建立到一定的地位 所以 其实 做父母的 我们给一个机会的小朋友 我们是否希望小朋友 可以利用到这个机会 建立到他第一个封城的人生 还是我们给他一百万 很短暂 那这一百万 就已经用完了 以后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希望是如何呢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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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